第四天,我們就搬行李出發去小津 如果車程比較長,要拿著行李 記得好好利用JL Pass 預先上網辦理指定值 那就一定可以有位坐在車上好好休息吧 今次我們住的酒店就在JR站對面 這間Dorman Inn有溫泉 而且還有免費的宵夜和雪條 一間二人房一晚只需要620元 放下行李,我們就出發去吃午餐 原本是想吃一間米芝蓮涼星的餐廳 但狀正星期一去休息 所以沒機會吃到 如果去小津想用300多元的價錢 吃到一間午餐廳 大家就預約幫我去吃吧 唯有去另一間都多人提到的正壽司 訂位的時候,蒙茶茶以為自己訂的是12件 Omar Casse 誰知不是,沒得看著師傅做的 但五打五撞就上了他們二樓的和室 環境都不錯,食物都不錯 也算是有些安慰吧 吃完飯,我們就沿著中央通走去小津運河 途中經過小津的舊手工線 在小津運河打完卡 我們就往南小津方向散步 沿途有很多賣玻璃工藝的店 老公買到一堆北道玻璃杯,表示很開心 晚餐,我們在出拔小路 隨便走入一間天婦羅店 師傅會在你面前直接炸天婦羅 我覺得這一餐很有驚喜 我會給五星星 之前提到,北海道可以用Shika卡 大家出發前可以在Apple Wallet買定 或預先加入實體卡 或者下載右手邊的App 方便查詢實體卡的餘額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資訊 請你Like,Share, and 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條片繼續為你介紹北海道 和分享更多有用的資訊